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喝醋冰 屏东县是台湾最南端的一个县份 屏东县也可以说是南北狭长的地形 在这里农与业都非常的发达 近年来地方也都大力的发展观光事业 让屏东县早已经成为闪闪发亮的明日之星 后处逼今天非常的难得能够有这个机缘 来到屏东 我们要一起去探访一位敬业踏实的果农 一起来分享他们乐观进取的生活点滴 也因着大家的努力 让台湾的和善广播人间 并且成为连国外的朋友也公认的最美丽的风景 我们已经来到黄师兄的果园 黄师兄 你好 你好 师兄 你好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你的果园 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好 来 欢迎来 OK 好 来 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哇 师兄啊 太赞了 这个是… 白果园 对 哇 这个就是… 土芒果 土芒果 这个土芒果 很难照顾吗 还好啦 还好 你所谓的还好是怎样的 还好 因为喔 是 如果看到生股有钱都没关系 说的也是 是啊 这个每年一定都会生 会长水果 只是量多量少 是 这个是管理的方式 还有气候 最主要是我们家的气候 气候太冷 所以看到你这个气候都很大 已经都50年了 这50年了喔 是啊 头上都50年了 是 以前我爸爸以前的家庭 我生第二代了 这是以前我老公的家庭 这都是老长 这所有头都老长 都做老头 是 所以你们这个也都有 减脂 什么控制 不要太高 矮化修剪 矮化修 矮化 专业的讲法是矮化修剪 是啊 你如果不跟矮化来 它就是越来越高 越高 你连天 菜修处工 分料处工 都都是工资家庭了 是 所以说 我们只要矮化 你如果 这10这些是比较老的栩栩 所以这10的栩栩都没有收割 没有人收割 因为 早栩栩已经过年过来 开始在乱 这边的 国力 2-3月结果的栩栩就没有人收割 所以它就整串 所以整串的芒果跟单颗的芒果的品质就是差那么多 可是看到果子这样子整串觉得好疗愈哦 就是那种丰收的那种感觉 是啊 对啊 也很好啊 故事雷雷雷啊 但是 但是農民爱是 这个消费者爱是上品 我是農商品 小粒没钱 我一定要孤独 才有钱 所以这就是農民的 農民的所 孤独的所在 疗愈没有办法拿到钱 所以哦 亲爱的朋友们 到底 我们是想要每一棵都这样子又大又肥满 还是说让它自由去发展 真的很难取舍 是啊 是啊 像这个 这个就熟了 这样就熟了 是啊 意思就是说可以采收 栩栩栩 这个已经算栩栩栩 你看 一泡就下来了 哦 你看 这个是 它会暖 对 这个会黏黏 哦 所以说有时候 有时候要把它拆 拆冷 果粉有的 但不会把它参加在上面 哦 这个 这个 上面就叫果粉 所以说你冷后 拆到它两天才会沾沾 哦 一瞬一瞬 是啊 所以要保持 保持有好的果粉就是这样 它这个冷这样流下来 它这个冷有什么作用 没有它就是说它已经代谢栩 它里面它的型栩栩栩 它就拆積栩 果实就已经饱满了 那就像它冷出来 就当它拆積栩 所以它拆積栩 哦 哦 所以 所以消費者也很宽带 所以说 農民现在地球的 就是要把消費者 教他们怎么买东西而已 啊 啊 我们的農産品就是 不是商品 是 因为商品它是 定格小在那里 那農産品不是啊 農民出来 是到中盘上 中盘上 打不出来 是 所以说 这个东西 差价差很多就是这样 所以说 消费者的辅求 和農民的管理方式 差很大 不过 实在是 隔行如隔山 是啊 那是没来到果园 这样子认识 不知道啊 根本就是 不会去想到这么多 是啊 啊 在这个消费市场 在买的时候 就是只会一味的想说 哇 要大一块 要大一块 是 但是如果说 我们多多来到果园 多了解 在这个 它生长 跟这个收成 种种的这些 过程的话 我相信 对这个 消费者来讲 也是一个很好的 增广见闻的机会 是啊 这就是这样 最后说的 我老师有这样说的 那句话 东西要它对待 不能它对立 所以消费者 也要到農民 对待 因为消费者 有的说 我要买东西 要再大一块 介绍 要再相机 没有那些东西 对 所以 一分钱 一分货 这个是 非常有道理 也是很公平的 是啊 所以说 用对待 像师傅这样 会减少 说师傅 太智 对待嘛 对啦 要稍微 看農家 看什么都稍微 那我们应该要 赶快呼吁 大家来学易经 所以 这样子 不管让我们 曾广建文也好 是 有同理心也好 懂得互相对待的时候 就大家 这个包容心都有的时候 是啊 一定 就会很和平 很和谐的 这种氛围就出来了 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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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是在 農家的对待 是 像我们有时 農作物 我也是说 草的尽量不要去家 对 我就来到 师兄的果园里面 感觉就是很亲切 连这些草 都把它留着 没有的 因为有时 若果开花去 那时有大山 那边就是 都会发起来 因为它在土壳 它是湿涼 它湿涼 它好味 到头上去 变葱海也没有 对吧 所以说 有时 我们过去结果 中后期 中期 我们就在修建围细 让它通风 日晒 这就是管理的条件 要怎么去做 这就是我们的 域境里面在上课 这是生活意嘛 这是这样 玄化师傅 生活意 这是活着活着活 说的也是 所以 所以用对待方式去管理 你就是整人炒太高 就用炒鸡 炒鸡炒鸡炒鸡 这些工作 待会都做完完的工作出来 好 他们在艾文 他就说结果 中国企业 他要撤更更 要它裁剪 刚才我们在结果的 中期大风果之后 我们就开始撤枝 让它裁剪新的枝条 培养明年的 继续生产的枝条 这个 这个 它是这样的通风 不要让它有病虫害就好了 对 它这个 成本的大长结果量 会比较多 它要充分的 日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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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这些 这些大便当的 这些大便当的 把养分酥送到 下面的阿虎 等会就放在这儿 所以你除了芒果之外 你的芒果树都这么壮 这么大 一看就知道是年代久远 真的是 好棒 这个香蕉也可以种就对了 是啊 因为比较宽阔的地方 所以有点夹香蕉 在那儿 夹香蕉 夹香蕉 这算夹 这算夹香蕉 夹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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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时 要通风承更好 有时 他就要说 有时要夹发草 就会更正 是啊 所以 这蕉子 发得很漂亮 代表你的土 都有在下肥 有下肥 有下肥 很好 很好就对 是啊 有来果园才知道说 香蕉 我们平时 如果没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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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 不知道 这个香蕉 一张只可以 一串 一串 的香蕉 所以 这一串就是 就是这一棵 这一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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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它的苗 对 所以这一棵 这一串 如果摘下来的时候 好棒喔 观众朋友你看 我们在台湾到处都可以看到香蕉 它现在绿绿的农服把它照顾得这么好 可是呢 这一串砍下来 它这一棵就要砍掉 对 是啊 一株香蕉只能够长一串 要照顾得成功的又长一串 对 所以 啊 以后吃香蕉的时候就要感恩 要懂得感恩 真的喔 这就是香蕉的宿命 它就说一串到成熟了 它就受众正寝了 它旁边就一定会长小的起来 是啊 所以当我们在享用青菜 享用蔬果的时候 我们不只感谢农友的心 我们也感谢大地给我们的这些 美好的食物 是啊 对 这是很重要 这就是在地的可爱 来到果园 感觉真的好棒 尤其师兄都留了好多的草 这个对这个地表的 的这个湿度的保持 也是很有帮助 土地的松弛 嗯 因为土地的草 炒我的筋 不要把土地保持松弛 你的水的渗透性也更好 比较好 通气性更好 水土保持 是啊 不是说一下子下大雨 那个土都流光光 这样不行 水会渗透下去 所以这个环环相扣的这个 这个植物的互动 互相的关联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大地保护大地的一个自然生态 是啊 这个地球是说 现在这些想说 推行环保 推行你就这样想 爱地球 对对对 这些东西 你如果好好的管理就是这样 你一般的浪民 他流一般的浪民 是说我向都没有没草 他要没草的方法是 他不是用盆 他是用山草寺 杀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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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土地造成山草寺 因为残留在那里 土地造成山草寺 你生草寺 你生草寺 一到两天 流肥料不吃 你作文就没有那么大人生动 那一片地就会很贫瘠 不适合种东西 不适合种东西 就种不起来 那这样就很严重了 流一杯 他就说我种不开 就是肥料不够 肥料就一直压 肥料不够 它的囤积越多 正把作物减掉 它的根部没有办法出去 作物就没有办法冒生 如果你住民生的 肥料不够有肥料不够吃 土地又保持了很多通气 所以根系有那么多传出 那时候有那么多人走 是有山草寺 跟这样过盆栽也受伤 是哦 难怪师兄 你这里的广市看到芒果树 这么肥肥壮壮的 真的是好疗愈 感觉就是身体很健康这样子 所以这是我们山下的班 明年的枝条已经摆起来了 这就是明年的生长枝条 因为这是新烧 这是新的枝条 我们采取完 我们把枝条修缺修缺 这样就好了 明年的早期的芒果生产的枝条 这都是早期的枝条 就很嫩的就已经长出来 是啊 它开始在茁壮 准备要准备 除去能量了 是 我们白映人说 昨天你给吃 它就给你吃 对 你有给吃 但是你的管理 土地管理都不好 它没那么多吃肥 对 对 你把土地管理都好 就说 大楼要去 要平地去 对 所以你把枝条是根本 枯得好 对 让枝条可以好 完美就转转 吸收你给它的东西 吸收好的东西 它就要把枝条枯得好 所以它现在就是 我们的气候来控制一切 我们现在大家可以说 全世界都为这个暖化的问题 再困扰了 尤其不能够再伤害地球了 是啊 所以摆在眼前 这个非常重要的环保问题 真的 需要像你们这样年轻人 多多投入我们的这个 农业的这个栽质的这一块 但是 年轻人买出来 要勾就要勾 但是 又要留一部的东西 你不能给它反驳 因为有时候 留一部的说的东西 是很健康 但是 他们在做的方式 是不对 但是说的健康 所以说 现在年轻人就说 你现在肥料在热 你就没有肥摘热 看一看 你不能说 一边我说 一边我一边就要过 就要留两包肥 要看藏水很漂亮 但是有时候你留在刷 减着 哦 超过啊 是啊 要它好刷它减着 所以说 有时候那些观念 要沟通 要它了解 这些东西是怎样来形成 这些东西是要怎样管理的 珍惜老一辈他们的经验 是啊 加上我们新知的学习 把它导入相符相符 相符相符 是啊 要让最佩合给它拿到 是啊 所以师兄你一共种了多少种的果实啊 你的芒果已经是好几十年的传承 是 然后香蕉 你说是 香蕉是这个 这都第二年 现在第一年在刷的而已 第一年而已 我们去看一下你的那个火龙果 对不对 是 火龙果也是超厉害的 是 我们今天来到黄师兄的果园里面 看到的这个景致也很难得 你知道吗 也是刚刚 刚刚刚刚好这个时候 能够看到这个花的那个 在这个火龙果的上面 所以这个是 它自己会掉掉吗 没有 那个要摘掉 怎么摘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认识一下这个果园的秘密啊 它这个芒果是像小花叉 这样摘下去了 这就是这一根 留的没关系 没有关系 然后这个丢下来当肥料 是啊 这有茄子 这都全茄子 所以说像这个小花叉 摘下去了 这个就是果实的 这有阿龙果的特殊 这个长大了 这个已经长大了 整个雏形都出来 这不满到花 所以这枝要把它刷掉 刚刚那枝要把它刷掉 那枝要把它刷掉 就是里面的这一个 我们煮就会干掉 所以有时候农民有时候要把它刷掉 所以有时候又要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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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三合纳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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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gsi 也不可以把它搬掉 搬掉 搬掉就沒有了 就像這個牙已經不掉了 所以它不會開花 所以它存在 一定有它的用意 說用意 對 很神奇 像這樣 這就是花苞 小火之後還來這部的花苞 花苞這就是已經 從這個牆的地方發出來了 所以沒有牆了 你看 我們今天來 真的是長知識了 沒有來的話 根本就看不到 是啊 這樣就沒事了 就我們搬一下花苞好嗎 可能沒那麼簡單 沒有 你搬這邊比較好 這個 這個 沒有 這裡比較好 你這裡比較好 這個 這裡比較空派 你比較好出手 這樣釣下去就好了 還要人家幫忙 這個就這樣 這個這樣 往下 往下搬就來的 所以 祕密在這裡 凡事都有好方法 這就是每個人的東西 要有那種要你了解它 是這樣 所以 觀眾朋友 我們以後真的要常常到 各種作物的園子裡面去 大家一起來互相認識 要不然的話 有時候真的 根本就是隔行如隔山的距離 很長 牆壁會很厚 如果能夠這樣常常 接觸 接觸 然後把它這個細節環節都能夠公布出來的話 是 我相信這個是太棒的 大自然的學校 是啊 太好了 這個就很重地形 這個就很痛苦 社會家要怎麼處理 對呀 你看 我在這裡又看到這個 那個叫汽根 汽根之外 還連這個下面都有蝸牛 所以這個共生共存的這個世界多美好 你看 人家它也沒有特別排斥 人家火龍果也沒有特別排斥 太好了 所以我們今天能夠這樣子 講起來 從台中 能夠來到屏東 這個也是我們非常難得的這個機緣 也非常感謝我們屏東道場的黃慶和師兄 在他自己的園子裡面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棒的這個 作物共生的這個這麼棒的理念 讓我們認識更多的好農友 希望說這樣子的愛護地球的理念 能夠散佈給更多的朋友來認識 來了解 大家一起來愛地球 非常謝謝師兄接受我們的訪問 更感謝觀眾朋友共同來欣賞 謝謝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再會 各位 整好 我們真的看到 謝謝 跟我們一起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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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zeros 謝謝 謝謝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